真耶稣教会在美诗第171首 教会唯一根基 这首诗歌它的题目 也就是它的主要信息就是 教会唯一的根基 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 主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 我们在看赞美诗的歌词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道理的 这首诗歌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诗歌 有哪些关键字 第一个当然就是教会 第一节就解释说 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圣灵 也就是真神 所以呢 这个主耶稣啊或者圣灵 还有神也是另外一个关键字 一主一信一席离一体一灵一腹 这个是出自一幅所书四章四到六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席一神 好那第二节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第二这个关键字 就是蒙主耶稣 然后靠圣灵合为一体 每一个信徒 蒙主耶稣选造 然后是借着圣灵 我们都成为一体 得救门经不差错 遵照圣经的指示 好第三节的前半段 会虽在世 心在天也是一样 我们的教会虽然是在世上 但是我们的心是在天上 日与真神相亲 得救信徒千千万 爱主空表同心 教会征战在世界 必受一番劳苦 虽然仇敌多敌党 靠主永不退步 我们就看到关键字 就是教会 以及主耶稣基督 然后下半段呢 这是第一节的下半段 我主乐旁血水流 造此真劫心腹 好我主耶稣 主耶稣在受死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带死的时候 记得吗 有一个兵他拿枪 扎主耶稣的肋旁 随即有血还有水流出来 这个是记载在 约翰福音19章34节 那因为主耶稣的带死 在十字架上 开了我们得救的泉源 受洗过后的信徒 就造成了 构成了我们的教会 那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 真劫心腹 记载在一幅所书五章26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也就是主耶稣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属灵装饰要整齐 等主迎接得福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呢 都要经历 试炼 那时我们的属灵装饰 都能够齐全 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得福气 好 第二节的下半段也是如此 同心颂赞一圣民 这个圣民就是主耶稣 享受灵粮无益 都是仰望尽天成 勇得福乐全备 那第三个关键字 就是天成或者是天府 也就是我们的天国 美哉淋包真相爱 得主恩惠更深 人人圣任为忠仆 努力传扬福音 各处信徒当醒悟 至死效忠基督 好 这是我们刚刚有讲的 关键字有没有 主耶稣基督 暂时患难不足论 至终开学天府 那去天国 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 我们最终极的目标 不论在世界上受什么苦 只要是我们保守在教会里面 就会得到主耶稣基督 我们真神的祝福 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进天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音乐的部分 这首诗歌 它是四四拍 也就是一个小节有四拍 然后呢 它是酱米大调 那它的速度呢 它的速度是96 那中文的话 我们就说是中版 中版它的解释 是不会太慢 也不会太快 是在一个让人觉得 很舒服的一个速度 那四四拍的话 我们来复习一下 每一个小节有四拍 看简谱的话 这个直线有没有 就代表是一个小节 那四四拍的 如果是看五线谱 像这个豆芽 黑色的是一拍 那空心的这个豆芽呢 是两拍 那如果看到一个空心的这个 再加上旁边一个点点 这个是三拍 那最后这一个是全音符 就是四拍 看五线谱的话 是有这种方法 让我们看到这个音值几拍 看简谱的话更容易咯 如果你看到像这样子 这个音呢 就是豆 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记号 它就是一拍 那像这个咪 这个三号旁边有一个横线 那表示它是一二两拍 那这个三也就是咪 一二三 就是有三拍 那这首诗歌 它的节奏其实是非常的单纯 都是几乎是四分音符啊 然后二分音符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只有这一节 只有这个小节 它是有一个负点四分音符 加上一个八分音符 那在四四拍里面 负点四分音符 它是有一拍半 那它后面紧接着这个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简谱上看是这样子 就下面有个横线 那如果是看五线谱的话 就是有这个旗杆 八分音符它是半拍 所以呢 负点四分加上八分音符 两个合起来是两拍 优优独播ocide sixth daar 五拍 八分音符 三拍